好好吃喔 先來試這個昨天買的散粉 也是同樣的品牌 不過款式不同 感覺也是蠻好用的 除了好像它的粉質沒有這麼細膩跟另外一款比起來 不過這一款的話它的容量就大很多 好像這個是30g 另外一款是只有10g 價格差不多 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需求的話 用這款就挺好的 200多泰銖吧 30ml 2p original的腮紅 好 它是這個樣子的 我買的這個顏色它 算是帶一點橘調吧 就是這樣的顏色 這是帶一點橘調嗎 應該算吧 也不算會形容顏色 就蠻可愛的 它有很多顏色可以選 然後它有這個帶一點點珠光的顏色 好現在來試用這款 Browit的 睫毛膏 它是有兩個 它的刷頭是這樣 這個是 比較粗的刷頭 對於睫毛膏我不是很自信 我其實不太會用 喔!它這邊有一個超小的刷頭 說是可以用來刷下睫毛 使用一下 Top Lashes 乾杯 借我你的棉花棒 棉花棒 YES 我其實不太會用 剩到一點眼皮 但是整體來說蠻好刷的 沒有什麼太多的結塊 然後它的這個本身 這個刷頭 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它 蠻有重量的 所以 拿起來就 很好用 可以把你拿出來 看起來 我沒有什麼 不太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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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起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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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间咖啡店在网上很出名 我们早上9点多到 人不算多 但是店里的位置有限 所以我们还是排了超过一个小时 越到后面排队的人越多 三杯咖啡 两个甜品 花了将近100马币 是我们在泰国吃的最贵的一餐 我自己觉得 他们的咖啡还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让我再排队一个小时 来这里喝咖啡的话 我是不会去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如果人不多的话 可以排队 人多的话真的没必要 而且在泰国天气这么热 在室外排队真的很累 如果真的很想尝试的话 可以考虑叫外卖 下午我们来到Chula50吃午餐 一来到可以先和店家拿菜单点菜 点好后写上名字 交给店家 在外面等就行 泰国真的超热 不过真的很值得 泰奶 很甜 冰融奶应该会很好 咖啡螃蟹挖蛋 然后这个是辣草 蟹肉粉丝 我真的是打泡剧 哇蟹肉好吃 它的咖喱味很香 很好吃 它的东西蛮大份的 辣草蟹肉粉丝 现在再来 辣草蟹肉粉丝 try一下 嗯 这个很香 哦很香很够味 很香很够味 嗯 这个辣草蟹肉粉丝 很香老吃 哦我觉得这个是必点哦 我之前看有人介绍也是必点 很香哦 而且蛮大份的 很辣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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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东西蛮就没有这么辣 没有这么酸 哦它的东西蛮就没有这么辣 可是很鲜甜 很辣 这个配蟹肉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睫毛 感觉它蛮持久的 因为之前我用的另外一款睫毛膏 它一下子就会塌掉 这个我觉得它的翘度卷度还有在 现在是1点14分 我是早上9点多吧 化的妆 但是它的 它的卷度还在 蛮推荐的 我们刚刚在出了 午时 吃那个这样一餐 四个人 花费是 595泰铢 它的东西真的便宜好吃 很推荐 大家来这里试试看 来试试看吧 来试试看吧 我喝了不错啦 就是有一点贵 Mango的比较好吃 很好吃 它真的很像蛮东西饭 很好吃 酸酸甜甜这样 还有一点点咸味 Mango的比较好吃 它里面还有这个类似面包的东西 因为普通面包没有什么特别的 芒果的里面就有水果 诶好像里面是有糯米饭啊 拜拜了 吃吗 哦是 它里面 芒果里面还有糯米饭 蛮特别的哦 好吃吗 Mango比较好吃 它里面糯米饭 新鲜 很特别嘞 Mango的比较值得 OK 现在要来试一下我刚刚新买的口红 这个是我不懂怎么读的牌子 Charmis的口红 感觉蛮滋润的 所以就买了一支 只要199泰铢 我觉得蛮便宜的 超可爱 这样一支 试一下 因为我不喜欢拔干的唇膏 所以我都会选这种比较滋润的款 这种上唇很滋润 而且还有一点淡淡的 破合的感觉 是冰冰凉凉的 哦 我很喜欢耶 真的蛮滋润的 因为之前我有买过一款 就是试在手上 很滋润的感觉 但是上到嘴上之后 就超级干的 这个上到嘴上之后 还是很滋润的 但就是它只有六种颜色 它的选择就不是很多 我这一款是 04号色 上在手上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 有点 就是有点 有点 带一点点纸 那 我不懂怎么形容 但是就这种颜色 我们现在在Central World 所以我要去喝胖茶 吃了他们的奶茶 我现在就要来试喝这款奶茶 我之前就在网上看过超多人介绍 蛮红的 看看这个金色的吸管 看起来非常高级 现在就要来试喝看看 这款奶茶其实比较贵 味道的话我觉得还好 我自己比较喜欢浓一点的奶茶 这款就没那么浓 有一点点甜 茶味也没那么香 珍珠的话还不错 我自己觉得这个牌子的奶茶 还行 稍微贵了点 如果经过 想试的话 还是可以试试看的 他现在试吃的是 McDonald的猪肉burger 来 你觉得如何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 这个胡椒味很重 然后好像 有吃到猪烧味味 好像有点猪烧味 我不懂是什么味道 这样子才能够让你知道 哦 我吃的是猪肉 OK啦 不错啦 所以如果再去买 再冒着大雨去买的话 你会愿意去买吗 我都选择7-11的大泡猪 如果没有下雨 就是你经过一间McDonald 你会想要进去吃吗 现在已经晚上九点 睫毛还是蛮翘的 没有完全塌下来 真的很推荐这款 BrowEat的睫毛膏 和炸银线 kg 和装银线 走转 闻了 雷是一个阶子 的心乱 让你放下来 这款没收睁 然后再加点 跟炸银线 是一个似媒 都是一副的 放下来 这个时候 都不错 就是一个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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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